每次講到防曬 大家就要我們問 哪一種防曬品比較好 我跟各位講一下我們先談曬好了 你去看公園的長椅子 曬久了它會脆化掉 那就告訴你說 其實紫外線對細胞的傷害是乾燥 長斑 而且DNA的破壞 所以它確實會導致皮膚壞 因此 是的 你一定要防曬 可是呢 因為商業的影響 使得大家覺得防曬就是防曬品 不是不是 防曬的中文叫做防止曝曬 那因為防曬已經被物化了 所以我們現在喜歡講 避曬 真正的防曬應該是避曬才對 那在 物理的 避曬跟化學避曬裡面 我們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第一個 你每次在談 防曬的時候你就會談到防曬品 SPF值 我跟各位講一個最簡單的皮膚科醫師最痛恨的話題 你在正中午出去 然後跑去沙灘上 很認真地打沙灘排球 然後你告訴我說 請問我SPF值 這很多錢啊 你在正中午跑出去曬太陽 你知道你的百分之一多少嗎 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要在正中午跑出去曬太陽 這個才是真正的防曬 我們常常在講 防曬分化學性物理性 那如果各位懂他整個的歷史原流就很清楚 人類最早的防曬一定是物理性的 你看那個非洲的那個 動物奇觀那個大象有沒有 跑去那個泥潭裡面滾來滾去 然後一方面是降熱 然後因為水嘛 那一方面是殺掉他身上的寄生蟲 其實一方面就是防曬 因為他身上很多泥巴 可以避免陽光直接曬他皮膚上面 人類開始的防曬也是物理性的防曬 然後後來因為你要做彩妝嘛 那你總不可能擦一個很漂亮的彩妝 然後再擦一頭泥巴上去 那就把顏色改掉 所以後來才發明化學性防曬 化學性防曬的特色是滲入角質層 它必須滲入角質層才能夠吸收 到角質層裡面的那個紫外線 可是化學性防曬的防曬力就相對物理性就低很多 那但是化學性防曬就有滲入問題 因此對於皮膚科醫師來說 化學性防曬會引起皮膚的刺激發炎 幾乎是嘗試這不用討論 因此你會發現大概在這幾年 敏感期很明顯的時候 大家紛紛在討論物理性防曬 就不太討論化學性防曬 可是我們來講一下物理性防曬的壞話 你的顆粒 就是我們一般講那個 Titanium Dioxide 二氧化碳或者是那個 Xencoxide氧化心 就是你的顆粒太大 它就很很 很酥啊然後你就很容易陽光曬進來等於效果不好 你的顆粒太小它又塞入毛孔 塞入毛孔它要造成後續的乾燥 如果你是這個頻道常客 你就知道乾燥它會造成沒有辦法代謝 沒有辦法代謝造成角質堆積 然後就暗沉啊黑啊發炎這樣 然後你把它奈米化以後它又產生化學性的問題 所以其實 對於皮膚科醫師來說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真的 不聽廣告的亂講的話 你真正該做的是必賽好嗎 就是不得意的時候你才擦防曬 可是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必賽好 就是戴帽子撐傘走在走行下面 中午不要出門逛街逛地下街謝謝 這集快要ending了 ending一定要把話講清楚 算了我被其他皮膚科醫師罵 第一個 絕對不要曬 所有的醫師都叫你不要曬 可是不要曬不表示要擦防曬 你要戴帽子撐傘不要在正午出門 然後你要穿長袖 你要做各種的比賽動作 不得已才擦防曬 所以我要把話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不要曬 能不曬就不曬 然後真的不得已你就必須擦防曬 那擦防曬你就要去考慮到 這些防曬對皮膚的傷害 這就是敏感肌盛行的現在 你必須做的肌膚監測 謝謝